白衣男鎖定目標 直接朝另一名黑衣男走去 雙方在大馬路上 發聲口角 一路推擠到路中央 黑衣男不斷往後退 但胸弦不霸手 拿出玉藏的剪刀 朝他身上刺下去 刺傷人後 白衣男騎著單車逃離現場 經過巷口時 一隻小狗出來跟在他的後面 誰也想不到 這條狗竟然就是衝突起因 我出來看 就是一個打一個 另外一個倒了以後就跑 他就往這邊走 警方道場拉起封鎖線 地面上血跡一路延伸 傷者的衣物散落在地 旁邊留下的這把剪刀 就是凶器 暗夜爆發凶殺案件 附近鄰居聽到爭吵聲 紛紛出來查看 舊車道場把傷者送醫 急救後人宣告不治 到底是怎樣的仇恨 讓凶嫌奮而當街刺死人 雙手白白的 來這邊要借洗手 借松香水 大家跟他講沒有 他自己要講說潑油漆 椅子上滿是白漆 附近民眾不久前才看到死者 滿手油漆 原來凶嫌飼養了兩條狗 日前追咬被害人 導致他心生不滿 潑漆報復 凶嫌事後持剪刀 找他理論 失手 刺死人 三小時後凶嫌在附近被警方逮捕 帶回京區 因為愛犬被刺凶嫌衝動 刺死一條人命 讓人不勝唏噓 記者劉書委許志成新北市報導 記者劉書委員